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还有桑档Spotify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很久没有看到大家在Apple Podcast留言了 所以记得要去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评分哟 流流流 你知道你这个都会被剪进去吗 这样是不是就被人家发现我没有听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有聊到说在 2019年双十国庆演说的一些用词跟内容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聊到的是说 你每次去听就是总统发表的那个言论啊 其实多少都可以反映说那一年的台湾的政治局势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去年嘛 去年那个时候 2019年 其实蔡英文就有特别去强调啊什么 拒绝一国两制 而且他其实有一些 这个用语就是很有趣啊 他就虽然有强调说是中华民国108年的国庆日 就是中华民国108岁了 但是他又强调说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屹立超过70年 为什么108岁是超过70年不是超过100年呢 所以他其实心中的切点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概念 是70岁左右 所以他其实在强调 把那个中华民国做一个切割 中华民国在中国的那段时间 或是所谓在大陆那段时间 跟在台湾的这个时间 做一个切割 所以他对于那种台湾的比较独派的概念 是比较强烈吗 就是这样在这样子的论述下 你可以想说他有点淡化中华民国的中国位 而强化中华民国的台湾位 所以那是2019的那种主轴 把他稍微再拉开来 对让大家不会觉得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而是台湾化的中华民国 其实也不过就短短一年前 对对然后我们想说那今年就 哎2020年因为发生了非常非常多事情嘛 包含疫情啊然后整个局势都非常不同 就想说哎今年那个蔡英文总统 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法 对那今年其实 因为他其实那时候在直播 就是双十典礼的时候 轮到总统支持的时候 其实我有听 但我记得那时候 我同时在做其他事要编听 那我听完的印象就是说 我完全没有抬起头 为什么就是没有那种 没有亮点 对没有那种听完 就说哎他刚刚在讲这个 哎嗯啊蛮有feu的 嗯几乎都没有 对那不是生气也会抬起头吗 对就是就是没有就是 平平的就这样过去 中性的没有那种耳朵 耳朵为之一亮 耳朵为之一开 对耳朵为之一开的那种那种内容 所以就是啊 哎哦讲完了 那后来有再回去对一下 哎他的那个 总统府的那种新闻稿讲稿嘛 就有发现说哎他其实这次讲的 相对去年温和很多 温和哎我们稍微 定义一下 所谓温和的意思是 温和 乌恩温和不是吧 哦因为去年他其实有不断强调啊 那因为去年年初嘛 2019年年初 习近平不是有说什么啊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 要推动这个统一啊等等的 所以去年他有强调说拒绝一国两制 但其实今年他就没有 特别去强调这件事情 那甚至呢他跟对 就比较两岸议题那边的说法 他有说就是啊希望北京啊 要正视台湾的声音啊 改变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啊 和台湾共同促成两岸的和解和和平对话啊 可以化解区域的紧张局势啊 哎所以他这句话治理行间啊 其实代表就是 哎中国其实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做些来好好谈 好好谈一谈 对他实在透露出哎可以哦来好好谈哦 这样的一个态度 而不是像那种比较就是 哎我们拒绝 对啊他去年那个拒绝的状态这么明显 然后今年就是好像是 呃可以可以好好沟通 然后包含因为呃总统的言论 一定会提到这次的疫情嘛 那我们在好几期以前也有强调 呃也有讨论过说 我们是怎么描述COVID-19 就是怎么讲这个词 我们是讲武汉肺炎 还是讲新冠肺炎 那个意思不一样 可是蔡英文总统在这次的演说中 他选择的用字是新型冠状病毒 对不是武汉肺炎 对他就是用一个相对又在 也许中性一点那种说法 他并没有强调武汉的 来自中国的武汉肺炎 他并没有去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你修弱那种对中国的敌对感 对哎这样就其实话讲到这里 我必须要跟大家 大家因为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画面 其实今天现场除了 这个范和这个我之外 还有这个录音室 对还有协助我们录音的东东之外 又多了一位 多了一位这个前面有麦克风 不然他其实之前也一直都在啦 但是这是他的面前有一个麦克风 范要不要帮大家介绍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就是苗正志幕后很重要的工程 CCC 哦CCC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觉得我们一聊下去 可能他真的最后才会出现 对刚刚有没有介绍进来 都忘了 诶CCC CCC为什么 为什么叫CCC啊 跟我们介绍一下 哦这是其实是我 名字用罗马拼音之后的 结果 自首的缩写 哦对哦 这样保护你一下 诶对 诶那 离题了啦 我救你 好你就我你就我 就反正 因为今天的脚本 也是我跟CCC一起去讨论 所以我们 我们接着好了 就是因为 蔡英文她发表这个演说之后 一定会很多民众在听嘛 然后大家都会发表 就是自己对于这一段 言论的一些意见 comment 对 那我们就直接讲 就是其实中国 她就是很明确的 就是发了一篇新闻 算是新闻吗 还是评论 社论 因为是环球时报 所以又是官媒 我们让CCC讲一下好了 这个大家看得很熟 对 来CCC 就是在蔡英文发表这边 相对比较软性的 呃演说之后 中国的环球时报 就是他们的官媒 就 马上回应了一篇社评 主要是在说 蔡英文这次的软化 呃应该要归功于 中国的武力威吓 但一边说他们的武力 威吓奏效的同时 又说蔡英文的软化是一种 狡猾的策略 假的 对 表示她是说 她的软化可能 不一定是真的软化 她可能是想要 借机 呃 放松中国的武力威吓的 呃戒备等等 的 所以他们又马上接着回应说 呃我们对台湾的威艺语言 就是用武力攻打 就我们一定会攻打你们 你不要再用这种什么 小手段啊来 来借持要放松我们的戒备这样 蔡英文不要装管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幕僚自己在 就是准备这个 这一段 你说官媒的回应的时候 不是不是 我是说蔡英文的幕僚 准备这一段 呃演说的时候 难道他们没有考虑到说 可能 呃中国也会有这样子的反应 跟所谓的利用 作为维稳的论述 的一个 可能性 我我我我自己第一个想法会是这样 因为觉得蔡英文其实长期以来啦 他大多数的那种态度 其实都是 我用我 没有真正的去跟动两岸政策 因为其实除了2019年之外 大家其实常常 不管是独派的 或是所谓广义台派的 支持者或民众都会说 蔡英文其实在两岸 论书上其实很soft 大多数的情况 你说相 相对于其他的 传统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们 他们都会觉得都不够强 然后 所以才会有 包括赖青等等 所以要参与初选 等等的一些 问题嘛 就是蔡英文 但是蔡英文做的做 反而是某些程度 最让中国 难搞的 为什么 就是 他表面上就是 他没有真的去刺激什么 但是中国就 但他们又不愿意 接受九个共识 又不愿意进入 就是一个中国的 讨论的 这个脉络 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 所以变成是 明明蔡英文看起来没有在挑衅 嗯 但中国就一直跳脚 就 但是我又没有理由去弄他 怎么办 就是很困扰 所以会让中国其实更 心中更干 但他这次的讲 讲法算是有给 中国一个理由来做了吗 对 所以我觉得 所以 他们 蔡英文这次的 很比较软的说辞 反而让中国更不爽 蛤 因为你如果很强硬的话 对他郑重一下 好啊 我们强硬来强硬去 这样更顺 对啊 你强硬我也强硬 比较合理 这样 对 但是你如果现在很软 然后说 靠现在怎样 你现在那么 你现在说可以坐下来谈 那我要改口说 好啊 那我们坐下来谈 不行啊 我这样 台 就是没有台阶下啊 对不对 我带来台的时候就说 所以他后面才说他狡猾 对 你这样他没变 你这样害我 看起来很糗 你你是不是故意弄我 这样子 对 所以我要继续弄你这样 会有 反而是反而某些程度是让对岸 不知所措 所以他会发出一个这样的设评 就是啊 你再故意你假装啦 这样子 对 因为我很有网友就会讲说 这个就是一个退缩的表现 因为大家也知道前一阵子的 那个共军绕台的次数频率 都很高 所以就当然会有这样子的言论 然后很有趣的是 我跟CEC就是也有在聊说 哎 其实 呃不知道是不是他这次的言论 也是在为 就是总统大选做一些环霞 就是说在两年后的 民进党总统大选 两年是先 就先地方大选 2022的地方选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他之后就是 呃还是要帮党铺 铺路嘛 詹英文自己不选 其他人要选 那他自己是 比较中间选民 比较 相对传统的民进党的 呃候选人来讲 他是比较能够 中间选民是比较能够支持 他的这样子的方式 比较吃蔡英文的这种路线 嗯所以我们就有在 屋里头的猜测就说 哎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萌萌你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讲法 因为我自己第一个想到啦 像因为像地方选举的时候啊 18年2018那个有时候也是嘛 那个时候其实民进党 呃有一个策略是要想把中国议题 拉进地方选举去谈 但是就以结果论而言 其实就可以发现 其实大家对于 呃两岸议题 他们虽然两岸的议题 虽然不信任国民党 嗯但是如果是选地方选局 选县市首长啊 县市议员啊 大家其实比较没有 就没关系啦 就是反正就是选市长而已啊 又不会选市长选书 又不会被同意 又不是选那个总统 是没错 所以中国因素这个题目 其实在地方选举比较不吃香 哦 对对所以这也许是一个态度的调整 也有可能就你刚刚讲 跟跟这个选举有关 对对 那另外一部分ZZ来 你分享一下美 我们也有聊到美国大选的一个角度吧 哦刚刚谈到其实为选举铺这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可以来谈 就是蔡英文这次的国庆演说 其实是呃受到一些 国国比较偏蓝营的媒体评论人的好评 嗯嗯 哦你怎么不点名呢 要直接说出来吗 黄伟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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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哦 二世黄伟翰 呃他说 他说蔡英文的国庆演说 可能是他上任以来最好的国庆演说 因为他 呃非常尊重中华民国派嘛 那再来就是他 致力于两岸和平 那这两点其实都是 呃国民党 呃可以说是郑兰军一直以来他们的 的诉求 但 现在的国民党其实他们的 内部分裂 也蛮严重的 他们各自的诉求好像都 会让中间选民看不清楚他们 到底是想要中华民国什么样长什么样子 所以 蔡英文这次的演说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去拉到 可以说蓝营青年啦或是郑兰派的这些 真的哦 这些选票 对 这是伟翰的说法啦 诶这个我不要有趣 因为我其实 因为 CCC其实他就企划我们的podcast很好一段时间嘛 那他其实也是我们实习生啦 对 那其实在当卧潮的实习生之前啊 他曾经有在这个 你真的要讲 这样会透露他说我模糊处理一下 模糊处理一下 有呆过这个短暂的 呆过这个 蓝营政治人物的这个办公室啊 就去了解一下 所以他其实有认识很多就是 我们讲不管说是中华民国派啊 或是说比较年轻的蓝营的 支持者的一些想法 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所以因为你刚刚听到说 蓝营的什么青年 他们会有这样的 中华民国派的认同会喜欢吗 嗯 他们是怎么想到底 对啊 他们明明他就是一个民进党的总统 就是 就是为什么他因为讲这段话 所以就可以 他们所希望 所说说说 那个想要达到的那个中华民国 是什么 那为什么蔡英文这个说法 让他们觉得说哎 对啊 总统就是应该这样子欣赏他 那讲这点的话可能会让 蛮多观众会觉得 有点出乎一下 就是其实 呃他们的 就像前阵子有一个蛮著名的活动 我们也有说过就是 蓝营有一些青年在 提倡要让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 哦就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那其实 呃虽然都是说讲反台独 但是这可能会跟我们 呃想象中的 这个强 呃要追求统一 跟追求中华民国独立 这两件事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嗯 那 呃 比较我们在说的 郑蓝军 还有 所谓的蓝营青年 他们可能就是主张 正统的中华民国 他们的 如果说他们 呃要支持统一 他们可能甚至是 中华民国去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统一 你说真的就是 反正不管你知道武力攻打 或是我们这个说服了这个广大的14亿同胞 让他们要投奔 对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他们会认为说 你们追求台独其实是 你们追求台独这么荒谬 是你们都想得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追求 属于我们的中华民国统一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包容各个 各个政治立场跟思想 蛮有趣的 其实他们 是就是 因为我知道 因为现在很多提到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他们可能都想像就是那种 红统 红就是已经很亲中共的 嗯 很就是同意 就即使被中共 或是你说中国同意也没差 对 但是确实还会有一些人是觉得说 我们就是要捍卫中华民国这个招牌 我们甚至是 想解放对岸的这个苦难同胞 那种感觉也在所不惜 对啊 所以他们才会 说要致力于两岸交流 其实对他们来说 最大敌人是中国共产党 而不是中国人民 那这就跟部分绿营 或是跟说部分的台湾人的想像中 有有所落差这样 ok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是可能 确实可能做到的 有办法就是跟他们的民间互动 然后再补充一点 就是他们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一套脉络 他们的手段就是 只要我们一直频繁的两岸交流 那中国人民他们可能就会从中 学得到我们的 学到我们的好 哦 就去启发他们的民主思想 哇塞 那他们就可能进一步去 你说推翻中国共产党或是什么吗 那 这就是ok 至少就是潜移默的话 比如说假设中国学生如果常常在台湾教 他们就会说 诶 其实我们很棒 对啊 你看他可以投票 还有上街还有那么多运动可以参加 会回去之后成为民主的种子 对没错 会不会被消失 哈哈哈 成为种子就会被消失 就是也是有可能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蛮surprise啦就是 蔡英文确实她的不管是演说 或是她的政治性格 她会被某些就是我们说的 呃 比较嫉妒或是 比较呃坚持台湾立场的一些人 讨厌 但是她反而真的会拉到一些所谓 呃用比较简单的分就是浅蓝 嗯 或是对于中华民国认同的人 对 这是一个路线的战术 蛮奇妙的确实可以绕到 嗯 对啊我们 我刚本来还想要分享就是 在 因为最近其实美国大选 就是也快要到了 然后我们之后也会有一集节目来 讨论说美国大选哪一个 总统的 当选可能对台湾的一些政治局势 有一些影响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握说 到底是 川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 所以呃就没办法预录 没有 哈哈哈 录两集 一场拜登当选 一场川普当选 所以我们就也在推估说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导致就是这次的论述啊 就是蔡英文他论述就比较软 因为他不敢就是极力的 因为川普如果上的话 他就是比较很明确去反反中 然后要跟习近平就是硬着来 然后我们就也可以跟着硬 这样子 OK 就不确定 因为美国那边等于也是个变数 对 到底美国会不会换新总统 那或是新总统的对中态度 怎么样 强度多高 因为那边可能会有发生变化 所以 诶我们保守一点 保守一些 对这也是一种可能 嗯 对 不过我记得那个CCC 有帮我们整理到 那个一个概念啦 就是说 他提到就是 为什么蔡英文其实 对中国释出善意 反而会招来 更严厉的威吓 嗯 他前面也有讲到 你要再强调一下吗 当然交给CCC 哦 哦 哦 这就要说到中国一个 很 他们一个很 主要的一个政策 就是所谓的维稳 就像我们 哪个围哪个稳 维 维持稳定 每次都要交一次 希望大家永远都会 学得起来 就像 之前我们讲到大外宣的时候 某某都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们主要的目的是 维稳 那 如果有骗到人 那算是他们 对外面的人被骗到 被赚到 被赚到 对 那 呃维稳有一个很 有一个很 有效的手段就是 呃 如果你国家在内乱的时候 最最好的方法 就是 找到一个外 外患嘛 那这样子 共同的 对 找到一个共同敌人 这样子你们 就可以 你可以说我们国内 团结起来 一起去对抗这个外敌 那 如果 台湾 突然对中国释出善意 那 这样子就好像 哎我们的那个外患 是不是好像就显得不是那么的明显 哦 对 就像你前面讲的啊 对 就气生气 对 可惡 你这样子我怎么 气 怎么演 就突然又对你很好 就有点搞不清楚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很 很完美的那种 敌人的形象 对 所以就说因为如果 像蔡英文 对 中国释出善意 那 他们会必须要更强调 台湾是敌人这件事情 不然大家会就是 哎 可是台湾好像 可是我一直 我觉得台湾是敌人 这件事情很 奇妙 因为 没有要弄他 他不是说要同意 那照理来讲 我们不应该是 敌人啊 而且我觉得刚好 我们后面也是要聊 我们一直在讲维稳 嗯 那那 中国的 内部是 多不稳定啊 需要一直这样围 对啊 还要这样一直围 很累呢 一直围 对啊 其实因为这礼拜 刚好我们也有整理 几篇相关的文章 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卧槽 我们 在礼拜二的时候有篇贴文 那我后来发现那个分享很多 快一千 一千个分享 我们在讲 在讲说法国啊 嗯 法国的博物馆 他们要展出一个 呃 跟 中国 内蒙古 他们叫内蒙古 也就是说南蒙古 中国境内的蒙古的 博物馆的单位 合作 要展蒙古 相关的展 是两 法国跟 跟中国 OK OK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要展的过程 哇 这来回 这个很麻烦 说中国意见一大堆 甚至呢 最 最 最扯的是 中国跟法国 他们讲说 你们不能够提 成吉思汉 跟蒙古帝国 那他展什么 展什么 城下什么 展什么 草原 对啊 这个是蒙古的草 来来来 看看 因为进去是草原 对就是 因为这个 可能强调成吉思汉 和蒙古帝国 这种说法 不符合 中国自己喜欢的那种 历史叙事 所以他们要去 手要伸到法国去 叫他们 不要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 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因为我们牵制 我们前两集 其实有提到 中国的 内部的那个 蒙古的一些政策 让他们 蒙古族非常的不满 就是不断的反抗嘛 因为你可以想象 对蒙古族而言 我们有个老祖宗叫什么 成吉思汉 有个蒙古帝国 你们这些人全部都是在我们这个铁蹄之下的这个 这个什么奴隶 我现在给你管有没有搞错 所以那个是一种他们很强的一种精神象征嘛 所以 他们当然不允许 别人强调这件事情 可是真的很 很矛盾 因为这段历史又不是说 大家不知道 有名道就是你知道 有点sense的人都知道 对 所以他们要做教育教材的一些改革啊 对不对 就是让你们慢慢洗 慢慢洗 慢慢洗就说 一代洗一代 对 然后最后就是陈契山是谁 不知道姓陈的吗 好可怕哦 对 而且 比如说好 你还记得我们 你这样想好了 我们以前学蒙古帝国 我们不会用这个词 我们叫做 我们 我们学小时候 我们自己学历史的时候 我们没有 不会叫蒙古帝国 我们叫做 陈吉思汗 不是 那个朝代 朝代 我们叫元朝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为什么是个朝代 那个就是 老外啊 对中国就是老外进来把我们灭掉 哦 灭掉我们之后 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朝代了 哈哈哈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蒙古人的蒙古帝国 从陈吉思汗 开始创建 然后包括 他的后代子孙 然后变成一个欧亚 大陆扩张的一个大帝国嘛 对 所以你说 中华民国 我说台湾的以前的教材 是不是也在洗 也在潜移默化的在洗啊 好像元朝是我们的一个朝代一样 没有呢 确实 对啊 那他们只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那只是 我相信中国现在 他有办法做得更彻底 所以 他不断要去 把手甚至伸到国外 去跟他讲说 哎 你不要强调陈吉思汗 你不要强调蒙古帝国啦 你这样我很难做事耶 你这样万一 我们这些蒙古人都起来 就起义 就是说哇 对 成绩战好帅哦 成绩战超强 蒙古帝国超大 就是怕他掀起那种民族自觉 这样子 对啊 所以他一定要 不能提 不要 不然就不要害我 这样子 但这个展 哎 我我没有follow他后续的事情 他有成功的展出 没有 法国就跟他讲说 那我不玩了 哦 不玩了 我们演 他说 他好像有说 我们就无限期延期 还是说延到什么 什么有朝一日之类 有朝一日 那就延啦 就是不跟你玩啦 不跟你玩 你不要把手伸到 本来就很荒谬啊 对 所以就是 中国为什么需要维稳 以及他们为了维稳 他们甚至做到的程度 那甚至不用提嘛 当然就是之前 大家也很熟的 像什么 新疆维吾尔族啊 各有少数民族啊 还有 藏族 西藏 那这个东西维稳 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要让 所谓的藏人乖乖的 像 西藏那个边境嘛 跟那个 印度 接壤 那他们不是最近很多那个 边境的那个 奋争嘛 你想想看 因为那个地方 本来就人口稀少 你说中国解放军要派军 其实都很麻烦 哎 印度会打过来 这个西藏的这个 所谓的图伯的藏族 这个全部都揭竿起 那 那你 你你你你玩屁嘛 对中国解放军玩屁嘛 因为当 因为在地人全部都烦你啊 所以这种边境 那种敏感地区 还有边境的争执的地方 他当然要想办法 能关几中营的几中营 关几中营啊 能抓起来抓起来啦 能够就用教育洗脑的 赶快把你教育洗一洗 对 所以 为了维持他们正确稳定 他们做了很多像这样的事情 嗯 哎 好 然后 好我们就聊完这一趴 然后就很 很粗糙的进入下一趴 哈哈哈 怎么很粗糙 对 因为其实啊 刚刚这个范琴好像很难接下去 是因为其实 哎我们 哎 我们还要提就是说 CCC 为什么今天要这个 加入我们的对话嘛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感伤的故事 哦 刚刚范都好不好意思 开不了口 也不会啦 对 他自己好像不觉得感伤哎 真的吗 哎呦很开心的样子 来 CCC 听说这个下个礼拜 你就要这个 离开卧槽办公室 没错 我要去报效国家了 报效国家 哦 住国家 报效国家 哦 所以你要你要到哪里 哦 是 我是 我是 呃 当海军啦 海军 很幸运的 我们还在聊说 没有 不会游泳要怎么办 如果去海军的话 不会游泳 就是四个 现在训练四个月嘛 训练到会 四个月的游泳训练 游泳训班 对 那 所以刚也 刚其实 节目开始前也有聊到啦 说现在的 当兵 好像就是 感受的是什么 就是 因为 因为我们好几 我们这 半年一年多啦 其实都很多 讨论很多国防 台湾的国防啊 军事议题啊 所以讨论讨论这样 有没有觉得对 从军 对入伍好像有些 期待或是 现在才四个月而已下 就出来了 什么 讲的你好像 你有当一样 就是那种 不干我的事 长辈然后在那边讲 对 现在大家应该还是 会 不希望去当兵啦 但是在这个社会氛围 在当下 目前这个社会氛围 好像 你 不去当兵 你不想当兵 然后一方面又说 要 中共打过来说 愿意 跳出来保卫国家 好像是一件很没有说服力的事情 噢塞 以身作者耶 就像前阵子 不是有个民调吵得很凶吗 就是 问大家说 愿不愿意 上战场啊 然后比例很高啊 然后问年轻人愿不愿意当兵 结果那个比例很低 因为不愿意 愿不愿意当兵 那个比例又很低 这样 就形成一种 矛盾 大家愿意站上 上战场 但是不愿意当兵 不愿意当兵 对 这其实跟我们前几期 前几期讲的那个 有个民调也很像 就是 大家愿意起身抵抗入侵 对 但是却对我们的国军 就是军队没有信心 对 这什么心态啊 好妙耶 就对于体制内的军事没有信心 但是真的要打 我都出来跟你打 对 有敌人来的时候还是会 对 所以我们其实这 这个也是趁这个机会 我们把CCC丢到这个国军内部 去了解一下状况 对 到时候应该不会 就是有时候中间可以就是 让我们了解一下状况 但他还是有答应我会 就是继续帮我们写企划 这样有没有泄密或什么的问题 这样你可以 还没进去 你不要害怕 到时候兵当不完 不会吧 签 签家具这样 就被我们关起来关紧币 对啊 所以我们也是想 其实我觉得也值得让大家去 因为我们最近都在做这种嘛 国防军事议题 其实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到底 因为我们以前的军事训练啊 就是一无一那种训练 都会被说就是很 什么拔草啊 在那边 混啊鬼混什么的 到底现在的军事训练 有没有 哎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一些新花样 我们就派入我们的卧底 这个CCC 去这个部队里面 四个月 你这样听起来好像要帮他结尾 可是你知道 其实我们RUN DOWN上 还有一个话题吗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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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接起来好了 我们要派一个间谍进去 这个 军队里面 去了解里面的状况 对不对 然后回报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继续做更多的军事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了吗 就是这个礼拜 还蛮夯的一个台谍案 其实我一开始 台谍是哪两个台 哪个台哪个谍啊 好像 你知道我一直 没有办法把台湾跟间谍 这两个字 摆在一起 会觉得 就觉得 就觉得不 买哈 你知道吗 台湾感觉没有办法 没有人可以当间谍之类的 就是 就觉得好像 这个字 就真的有存在 我还 我还问CCC说 诶 台湾真的有间谍吗 然后CCC就跟我讲说 诶 有也不会跟你讲 对啊 他就要去当间谍 他也不会跟你讲 诶 不行 对你节目上 啊 卡掉 OK 那这个这个事情是怎样 就是 呃中国 中国的官方 呃媒体 官媒 央视 诶 这很有趣的 就很像连续剧一样 就是出了一系列的精彩节目 系列节目 然后这个节目的主题呢 就叫做 数 呃就是 什么台湾 呃不是不是对不起 中国国安机关进行 迅雷2020专项行动 迅雷2020 就是很迅速的扫雷 哦 听起来很像很烂的那种 扫读软题 你知道吗 就下载就会中毒那种 哦哦哦 迅雷2020 反正他就说 号称是破获数百起 台湾间谍的窃密案 诶 照理来讲 第一集应该要很澎湃吧 哦 他们第一集播是谁 他们第一集就是播一个 在那个 他是他其实他平常在屏东县的 访疗相当就是 顾问 对 然后他他的名字叫做李孟居 那他是去年8月有参加香港反送中 然后就是有拍照啊 有 有做一些记录等等的 然后他就在这个影片中就是 哦 他后来 他就先去香港 然后又再去 那个中国的深圳 就广东深圳 然后后来就 人不见啦 OK 去年8月 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国安法吧 不是我们啦 对对对 他们有个国安法 他们有个国安法 对 当时还没有 但当时也有种种理由把你抓起来 对 然后就他就是在 在那个央视的影片中说 哦我做了伤害祖国的事情 哦我觉得以后如果台湾要 要重新立国要想国民的话 不如我们就叫自己叫祖国 哈哈哈 大家就会说这个祖国 你说叫祖吗 对祖国万岁对不对 对不起祖国 你也知道对不起还是什么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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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了会很困惑 嗯 就是当中台湾人的角度来看 一定是困惑嘛 嗯 就会说啊 你去香港拍照 怎么会是伤害祖国的事情 啊他的祖国是谁 我也很好奇 就有一个国家叫祖国 哈哈哈 对 因为我记得他其实自己讲那个情节 其实 就是大概也都可以理解 就是台湾人 你看如果去香港 碰到他们四位游行 说哎哎哎 人好多啊 好精彩 拍照 去拍拍照 他们有发传单 我也拿一下 哦这个传单还有意思 就很像 霍化的很漂亮 你知道吗 对 不管你有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很有趣啊 哎哎就这人那么多 不管你是不是支持或反对 总是好奇嘛 嗯 但是他说 他因为他手机里有这些照片资料 然后说有 有这些相关的海报文宣 哎 不太傻傻的 有叫 然后接着就这样去了中国 嗯 然后就被人家抓起来 就说啊 你看果然 你看你有这些证据 你就是要用这些证据去什么 去就是需要什么煽动啊 去做一些违反 这个颠覆祖国的事情 哦 你手机有那些照片就可以颠覆 那 中国真的是蛮脆 脆弱的 但其实他 其实好像是 真的是去声援香港 反送中行动 因为 而据说他的手机里面是 有拍到 因为那时候有说中国正在集结他们的军队 哦 他手机里面是有 对是有拍到在深圳的时候 他们军队的照片 然后所以是被以 我记得是被以违反国 国安机密之类的罪名 所以抓起来 他拍到他们在 中国在深圳的军队 对没错 然后同时后来又 找他手机 哇 找到更多有的没的证据 好可怕哦 现在就觉得 对 很不安心 不是吗 你最近 你在你在 他马上 他马上把他手机 他马上把他手机拿起来 看有没有什么不应该拍的照片 对 不过就是真的以中国这样的一个标准 其实 谁都可以被抓 就是你 他只要想抓你 一定找得到 理由 嗯 对 也许不知道 你长太高 长太矮 或是 我跟CEC也有 在聊说 难道 台湾政府 没有办法对 这件事情 或是说 这位被抓走的 人士 有一些作为或行动吗 就这样子 任人摆布 就是 我们的人耶 我就可以 那个比较 然后相关的那个案例就是 像已经被抓很久 叫做李明哲 李明哲 你在那边应该34年 可能16年17年被抓的 对 那现在也没办法 因为其实他一样是消失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之后才被公布说 啊 他其实违反了什么法 然后就在公开的审判 但那种审判就是 很像演戏那种感觉 啊 我认罪啊 我当时想要什么 搞这个民 在中国搞民族运动啊 如何如何 那 那台湾的官方 到底适不适合出来谈判呢 我觉得这个很麻烦 就是说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你没办法跟恐怖分子谈判嘛 嗯 因为如果你为了要拯救你的国民 当然这个国民的生命很重要 但是如果因此而 做出某种交换的话 嗯 那你的国民以后更危险 因为他觉得可以这样子做 对 因为有用 所以反而是 你不能 因为你不能跟他 你不能让他觉得有用 所以你反而不能够 跟他negotiate 这样他们的家人很辛苦耶 是啊 是很辛苦啊 对啊 对啊 而且真的有时候就是真的 你到底是不是间谍 甚至你是不是所谓的 像 刚刚ccc听到说 哎 李梦菊确实啊 他也去中国 也有拍一些照片 但是 最近好像第二集第三集 还是什么 因为 最近露出的新的 才听ccc说 哦这原来这个是连续剧 就是后面还有 你说几位 他是说数百名啦 但现在 今天出到第三集 哈哈 录音当下说到第三集 不知道你今天晚上 承受剧 还没有第四集 可以看 可是 后面有几个说 揭露的就是什么 又是其他台谍 然后被人家搜寻啊 他的那些 台湾人的相关背景 哎 说其实他们比较 政治倾向 其实是 硬要分是偏向 蓝银的嘛 嗯 亲中 比较亲中 对 ccc你有 又 整理他们相关的一些背景 他老实怎么这样子 有 对 最后也看了一眼 有啦 他是今天最新的新闻说是 有在抓到 哎 这样叫抓到吗 对 他们的说法是 这个台湾间谍案 都可以拍一个什么夜市人生 说是一个师大退休教授 叫做施正平 嗯 以及一位 从事两岸交流的 蔡金树先生 对 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被发现 其实消失了 嗯 那 推断就是在中国被消失 然后现在就揭露说 啊他们其实也是在当间谍啊 等等 所以 我觉得这个很 其实我觉得要让不管是 当然我们也说广义说台派的支持者 或是对中国 呃 有好感 或是对中国有所期待的 台湾人 其实真的 我们不是就是 对方其实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流氓国家 我们可能会觉得跟他讲道理啊 有用啊 说哎 你看我没做错事干嘛怕被抓 没有啊 你对你而言 对他们而言 你 你的政治立场根本不重要啊 你拿的甚至不是台独棋吗 你可以拿中华民国国棋 你一样台独一样抓起来吧 我说我都已经是什么 被人家称是什么 亲中学者 统坏学者了 嗯 我去中国一样被抓 关你的我总可以找到原因 他可能只是为了要凑袭一百 一百个台湾人来抓 就把你抓起来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等他播完之后 可以再整理一集 哈哈哈 可以做一些 那个职性跟量化分析 说他都抓一些什么样的人 年龄比例啊 他现实比例啊 目前看到都是年纪差不多的男性 男性比较危险 高风险 还没 现在才三个人 比例不准 对对对 然后都是什么 后面看看 五十岁上下之类 五十几岁这种啊 好 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让大家知道说 不是没有风险的 就是 像 这个例子也不是只有台湾有 你可能会承认很多人觉得说 因为台湾跟中国 什么关系紧张啊 这很特别啊 所以都会被抓 其实并不一定 之前有两个 两个吧 还是两个 两个 三个加拿大人 嗯 一样在中国 一样被抓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那个时候逮捕了 华为的那个 孟晚舟 你抓我的人 我也抓你的人 还有澳洲 澳洲之前有很多人 在 中国一样被抓 澳洲公民 然后在中国工作 一样被抓 为什么 因为澳洲 这半年多来 对武汉肺炎非常不满 要求调查中国的这个 证据 是不是中国就让武汉肺炎 这个 散播开来 等等要调查 要调查这件事情 所以就 抓你澳洲人 对 所以就是 他就是拿 各国人民的这个 在中国的这些人 当做人质啊 嗯 然后偏偏大家拼命 往中国跑 对啊 那你说 你真的说 嘿 是因为蔡英文 民进党 你在那边挑衅中国 所以你才被抓 那你的人民才会被抓 可是没办法啊 就是你 永远 你如果除非你都 永远顺从中国的意思 不然你永远就 只能 你没办法跟他谈判吗 你没办法跟他好好讲道理啊 对 那我来问一个就是 既然他可能还要再播一百集 好了 那某某有没有什么建议 就是说 我们的听众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面对这一百集 或者说你要去矫正你周边人的视听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 其实因为我们也有 有之前有访过一些 可能会去中国的一些 也许是记者啊 或是什么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 当然就是 你如果身份敏感 就不要去 但是你要去的话 你要带一支全新的手机 还有笔电 哦 对 那就是那个就是 干净的手机 干净的 对 你就不要 不要带你原本自己的 不管就是说 你原本会有你自己的手机的 那种各种的社群 网站的帐秘 都不要带 对对对 你就不要带 还有你之前的照片 通讯记录你也都不要带 而且他们像 像有些人他们才是去过 去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 比如去新疆 他说你他们的 去新疆啊 他们的那个哨 就是你们很短的什么 几百公尺就有一个哨 嗯 然后里面的那些警察 或是公安 武警什么的 他会把你手机就是拿走 然后检查之外 帮你下载APP 嘿嘿嘿嘿 很贴心吗 帮你下载APP 那APP就监控的APP啦 哦 他要知道你在哪 等等他可能不只知道你在哪里 顺便还可以什么录音 我不知道这个细节 我不信他有哪些功能 所以你不会想要把你自己的手机拿去那边啦 而且他就是监控你 你回台湾顺便还可以持续监控 哎 CCC赶快把你的那个 FB删掉 哈哈哈 他是去 我是当兵 他是去中国 他是去中国 对啊 所以你就是你可以想象 你 会有很多的风险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 大家就是 带干净的手机 好像在我们前几集是有提过 你也不能 有提过 你也不能带智障型手机 对 对 你带智障型手机 他没办法下载 对他就会说 你想干嘛 为什么要带这个手机 他拿那个三摘一摘 在那边说 这个要怎么下载APP 那时候一样会被高风险 对所以真的逼不得要去的话 嗯 带一只干净的手机 笔电这样子 那你觉得像这个间谍案的 这样子的报导 他对于就是 他们中国的内部来讲 会有什么 就是为什么他会想要 规划这样子系列 就是维稳 就大家会觉得 哎真的耶 台湾对我们好坏哦 敌人 但这招是最近想出来的吗 我记得以前好像仿佛 最近哦 我也不知道 最近多久以前 最近 还真近 就是以前历史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气话多久了 感觉要收集一百个人 应该要想一下 因为他们必须要run down出来吧 就哎 我们一个礼拜发一集 还几天发一集 必须说他们应该是早就 因为他们 其实每次都会用那个 电视前面招供那种方式 之前 大家可能有 有印象就是 铜锣湾书店的这个案子 就是包括有些人 相关的 相关这个牵涉的人 等有些人逃到台湾了嘛 像 玲珑基 就是在香港开书店的一群人 那有些 当时有些人 没有成功逃出来 有些被中国抓了 但后来又放了 为什么 就是他们在电视前招供啊 说啊没有啦 对啊 你看 我真的就是在贩卖一些 不允许 这个危害祖国的书啊 等等的 想要搞破坏啊 这是他们一贯的手段啦 就是 不管是对台湾 对香港 那这样子 他现在释出之后 我们 台湾政府官方 有做出什么声明吗 目前 有吗 是是是 有看到吗 就是在呼吁 唯邦不入啦 哦唯邦不入 叫大家不要再过去了 哈哈哈 对 真的 不管 一方面是 叫民众不要再 再去 再进去 然后让他们有借口 抓你 他总有借口抓你的 然后另一方面 也是提醒大家说 这个 这 这样子的资讯 不是真实的 嗯 不要去相信他 这样子 对 对 真的 大家其实真的 如果逼不得已 除非逼不得已 不然 我 我现在已经抖了 因为我想说 如果他真的抖了一百个 人出来 他 会不会有你吗 不是啦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 就是会觉得他是一定的数量 然后 确实是会让人有一点 害怕 可是 的感觉 可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又跟他们维稳的目的一样啦 嗯 他是先求维稳 那如果外面 外面的效果 他可能次要考量 所以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他他 这些这件事情 其实他当然能够让 让自己内部的人觉得就说 啊 台湾好坏哦 然后 所以我们这样子武装自己 或是我们去绕他 用飞机绕他是 正当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他们这样做 其实还是 会把台湾越退越远啦 嗯 对啊 当然台湾看到一定会 哦 越来越不行 一百个人背后是一百个家庭 还有一百多个人 他们亲朋好友啊 他们可能会说 没有 那个人 那个人就投国民党的啊 那个人就是 亲中的啊 啊 他这样也被抓啊 靠 我们该该怎么说呢 只能说大家真的 嗯 唯邦不入 嗯 唯邦不入 保护好自己 对保护好自己 嗯 来CCC 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 对 我们今天就要让你做一个告白的动作 对啊 哈哈哈 在电台上告白 还有那个 好传统哦 哎他是从我们第一集就是一直很帮我们 但是他后面也是会继续在帮我们 只是他的身体不在 不在必私办公室 他那个这个部队里面可以上网吗 哎呦哦 不要害他 哎对啊 你不能上网要跟我讲哎 哈哈哈 不要上网要跟你讲 传讯你跟你讲 还是什么 他不能上网 就想说 这一拜怎么办 期望没有人找资料 对啊 那CCC 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有没有什么对于这就是哎 你这样做了这一七个月哦 我们做了七八个月以来 然后觉得 Podcast印象很深刻的一集 或是什么的 其实当兵也才四个月 也不用搞这么感伤 也不是不会回来 对啊 好像这样你刚这种话 你讲完通常都是flag 你知道吗 就 才四个月我很快就回来了 有 签下去 好危险哦 哎 不是啊 其实 呃 其实从 一开始走到现在是真的 呃有 你说感触蛮多吗 因为其实一开始 呃 成绩真的不是像 现在那么 有起色 现在有 现在 现在 有啊 我们现在在排行榜往下 刷个大概 几个次就可以看到 几个次就可以找到 你想了好久 刷个 嗯 3 4 5 5 对 就可以刷到我们 因为一开始其实 我自己一开始是觉得说 因为我们毕竟不像其他的什么 YouTuber啊 或是 呃 什么一间领袖他们他们他们那么有 个人魅力 因为我们毕竟是 一间 媒体嘛 嗯 一间公司 对啦 比较没有一个 没有魅力啦 吉祥物 来带 有啊 吉祥物就是 阿草 他阿草不会讲话 对啊 下次讲到自己上阿草 如果阿草开节目的话 对 但我们穿那个 玩偶装 因为很适合 啊算了算了 但看到现在 其实 是固定有一群观众在默默支持我们 不要默默支持我们 还是 还是大声 大声支持我们 来 多多给我们留言 评分这样子 对 我们IG上面有看到 开始有一些声音了 对啊 会留言 就说我很可爱这样 对 超多人说 饭 饭还用自己的张图去给他们按爱情 真的吗 对 所以 你没看到 现在要买留言要多少钱 哈哈哈 我这张照片现在是 按赞数最高的哦 好好 对不起大家 啊 就之后我们还是会继续做更多更好的内容 就还是要麻烦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哇塞 他 宽腔哦 他把我的白痴掉了 哈哈哈 然后 听了 听了三十几集都已经背起来了 哦 对 对 那那好不是硬是要讲 我觉得你自己觉得你这样做下来 你自己 比较有成就感的一集是哪一集 除了这几十万 对 哈 除了这几十万 可是这集是我自己 最有成就感 有现身的耶 就觉得 因为其实 以前他们有时候就会说 啊你要不要 对啊 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讲说 你要不要进来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很紧张 就是很怕 就是如果 到时候脑中一片空白怎么办 讲不出话 对不对 对啊 对 那现在 讲一讲就觉得其实 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哎呀 其实他刚才怕我还逼他 没有啊 说啊 一直很想 不是我们 他其实前面就想讲 但我们都说 你才说啊不要啦 然后我们就 哦好啊不要 行众就在 我就是内心就是说 把他训练起来 我们就可以休息 你知道吗 素不自马上 结果训练起来 就要去当兵客 哈哈哈 太晚了 对没关系啊 那个什么 军中应该又有 快点 最有印象一集 最有印象一集 嗯好难哦 大家想一下 最没有印象 对不对 对 对 最觉得最喜欢的一集 或是最难做的一集 嗯 最难 其实我觉得最难做的 就是当中没有什么重大新闻 像我觉得这集就蛮难做的 有啊 重大新闻就是你要离子 你要不是离子啊 你要去当兵啊 对啊 你看重大新闻 居然是我要去当兵 你就知道这集的气话有多难 这集将会有多难 可是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心情吗 其实没有重大新闻 好像才代表我们整个 台湾好像比较和平一点 有重大新闻都不是什么好事啊 对啊 你先笑到 没有没有没有 对啦 不会啦 去当兵对我们的言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啦 对 嗯 对 我要想说万一那个 因为我其实每次都是要跟CC先彩排 然后才过来跟那个萌萌开始录音 所以就是会避免掉 让萌萌抓起来的各种可能性 就他那边先过滤掉了 他是 他是过滤器 那个filter 我这边都已经可以身影了 对对 可以身影开始 我是政治宅跟马瓜之间的一个桥梁 对 哇塞 它很重要 我们要断桥了 哈哈哈 我想说 回来到时候我们两个吵架 哈哈哈 这节目就没了怎么办 可恶 而且吵架也不错啊 对是不是 然后 所以他一走 然后这个节目就突飞猛进 不用刷个启示 就看到 直接在最上面 因为机太激烈 吵得太凶 有戏才有戏 那你进去要记得收听我们节目 进去不能 进去 可以吧 可以用手机 应该是这样讲好像关监狱一样 对啊 可以啦 还是会有可以用手机的时间 真的哦 不行 会放假啦 会放假 好 再来看我们 对 再来看我们 哈哈哈 好 对 今天感伤的 最后的感伤的时段 好像也没有很感伤 就他 因为他 他明天之后就不会来了 哦 对啊 所以就有点小感伤 但 我觉得就是 大家就是 赶快留言说 我们喜欢CCC企划的内容 之类的 或者说 讨厌他 哈哈哈 然后我会在 马上再换一个 我会在IG放他的照片 帮他按赞 哦 赶快超越我的战数 啊 不过就是 就是对 对 他也是个 可爱的小男生 对 哎 不过现在已经 怎样 毕业了 不是 你说可爱的小男生 感觉就是要接说 哎 那现在单身吗 哦 好 然后我们这个礼拜聊的内容呢 都会放在我们的连结 下面 对 然后各种 然后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到卧槽的粉丝专页啊 脸书 IG去追踪去看 然后要记得我们的 卧槽喵正志 自己也有一个Instagram 其实数量 就是追踪数 有看到缓升 缓升 就是越来越多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支持我们 哎 那反正那我们要去哪里 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哦 哈哈哈 你很坏 好 我们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 Pop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简单吧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哎 那一口气念真的是挺难的 好 那各大平台 你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喜欢我们内容的话 要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然后告诉他们 赶快来听我们的节目 帮我们按赞 然后我们的Instagram 也有属于卧槽喵正志 自己的一个IG 对 然后你只要搜寻 watchout w-a-t-c-h-o-u-t 付费已结束 付费已结束 哎呦哎呦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对 喜欢我们的节目 喜欢我们内容的话 一定要定期定而支持我 炒作更多更好的内容哟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 下个礼拜再见咯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